班上要去遠足 小恐龍跟不熟的同學 分配成一組 是大展喔 我都沒有跟他同一組過耶 不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 一組一組 怎麼辦 小恐龍 你跟誰一組啊 跟大展啊 我都不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 我好想跟你們兩個同一組喔 我好想跟你們同一組啊 大展 大展他是我們班的人氣王耶 大家都很喜歡他啊 是嗎 他是人氣王喔 我還是不知道怎麼辦啊 那我們兩個明天準備明天的東西吧 好啊 到了遠足當天 希望大展是好人 希望大展他是好人 他一定是好人 小恐龍 我們同一組耶 我帶了好多冰乾 那讓我們一起吃吧 你要請我吃餅乾喔 對啊 那我要吃 我要吃 我要吃這個 我最喜歡吃餅乾了 謝謝大展 你真是好人 那給我好漂亮 我們去那邊拍照吧 好啊 我們一起去拍照 小恐龍 你們可不可以幫我們拍照 我幫你們拍喔 可是 可是我也想拍耶 那小恐龍 那你先跟他們兩個拍吧 你要幫我們拍喔 太好了 太好了 好 來喔 一遍唄 西瓜甜不甜 超級甜 甜 哎呦喂呀 好痛喔 你看吧 小恐龍 拍照師不站好 現在摔倒了吧 小恐龍要怎樣 要帶回去找老師擦擦藥 大展 你實在是太好了 難怪大家都這麼喜歡你 像大展這樣貼心的朋友 是不是符合你心目中 人氣王的期待呢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討論 如何幫自己贏得友誼唷 他的節目 跟我們同在一起 躲起 揍擦擦擦擦 歡迎大家和我們一起來玩遊戲 好 先問問各位可愛的小朋友 像大展這樣的人呢 你想跟他做好朋友的人打圈 我覺得還好普通的人打差 我看 大家都喜歡跟好人當朋友 但其實還是有人不同意見 有兩個人是打差的 是耶 怎麼說呢 就是覺得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也不敢跟他當朋友耶 你覺得有一點緊張是不是 你怕大家都好想跟你搶這個好朋友是不是 還好 還好 我懂 那其他打圈的人是怎麼想的 好 我先問婷軒 來 婷軒 我覺得大展他非常的熱心 熱於助人 也對好朋友非常的好 所以我喜歡大展這種人 那你剛剛觀察到大展 大部分的表情都是怎樣 眉開眼笑 跟大展在一起 大家都心花怒放這樣是不是 對啊 那難怪剛剛綠色的這麼多 只有兩個差而已對不對 不過啊 老師 像大展這樣 已經滿好的 但還是有人會覺得他不夠好 甚至還擔心說這麼好的人 有點緊張耶 好 我們先說 即使是人氣王 也很難討好到每一個人 所以我想小朋友不必把目標設在最後的時候 要每一個人都喜歡你 都願意跟你當朋友 不用全部都綠就對了 是 但是呢 如果你的十個同學裡面呢 大概有六個都覺得不想跟你當朋友 你真的就要注意一下 自己是不是在這個跟別人相處上面呢 有一些問題喔 就要自己來想一想囉 不過像剛剛這樣子已經滿厲害的 是 已經很棒了 但是我們要來想一想 到底怎麼樣的人呢 可以有那麼多的好朋友 然後大家也都能喜歡他呢 馬上進行體驗時間 我是人氣王 一 現場小朋友分成兩組 推選出兩位代表 二 在由代表輪流猜出 人氣王必備的特徵 猜中的越多 就是今天的勝利的組別了 好 預備 從子婷開始 請說有怎樣的特質是最棒的 笑臉贏仁 笑臉贏仁有沒有 笑臉贏仁 好 樂於助人 樂於助人 對 願意和別人分享 願意和別人分享 有耶 具有幽默感 具有幽默感 好 再來 心地善良 他應該跟樂於助人是一樣的吧 好 那沒有這個答案 再來 不驕傲 不驕傲 很謙虛 很謙虛 在想要有16個 不愛打小報告的 不會打小報告的 不講八卦 那應該算是這個 不講八卦 好 再來 來 怎樣的人你最喜歡 快點 怎樣的 會安慰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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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子 有嗎 富有同情心的 富有同情心 好 再來 功課很好的 功課很好的 沒有 好 再來 再來 怎樣的人我們會最喜歡他 怎樣 好 想一想 五 四 三 二 一 想不想 沒關係 好 換下一個 謙虛 做錯事的時候會主動跟別人道歉 會道歉的人 有禮貌的人 有禮貌 好 再來 勝魁 不會跟別人炫耗 不會炫耀的人 那就是謙虛的人 謙虛的人 好 看還有沒有來 五 四 三 二 一 說 嗯 不會說謊 不會說謊 不會說謊的人 嗯 嗯 這個嘛 應該就算是其他類 其他類 好 這也不錯 好 再說 紫生 守信用 亭軒 守信用 守信用就算是 喜歡跟別人合作嗎 喜歡跟別人合作 好 怎樣的人大家都喜歡 會輪流分享 輪流分享 老師在這裡找答案 喜歡跟別人合作 分享 會分享 那邊已經有個分析了 現在幾個 好 我們先給這四個人 熱烈的掌聲 謝謝 兩堆競爭非常的激烈喔 到目前為止是5比5平手 不過看起來大家好像已經陷入瓶頸 我們請小恐龍幫忙提示 大家再接再厲 看看能不能把所有的答案 都想出來喔 第一題就是 覺得我好帥 然後你都會說 小恐龍你好帥喔 這算是什麼的人 怎樣 品儒品儒 會讚美別人 會讚美別人的人 答對了 好 再一個 再一個 我今天真的是一個 穿衣服穿得好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整個人打掃得好 怎麼樣怎麼樣 只聽 愛乾淨的 愛乾淨愛整潔的人 愛乾淨愛整潔的人 答案就是了 好 再來還有四個 好 怎樣的人 今天我不管遇到什麼事情 就算是我的功課沒有 但我還是很開心 那個叫做什麼呢 樂觀的人 樂觀的人 開朗熱觀的人 真的耶 好 接下來啊 就是旁邊我的同學 他的功課不是很好 可是我一直教他 還是教不會 教他還是教不會 可是呢 沒有關係 我有什麼東西 所以我還是繼續教他 一直教他 一直教他 好 我們來問 來 君堂 有耐心 有耐心的人 答對了 好 大宅你現在是 已經想到一個是不是 好 你說 不會排擠別人的 不會排擠別人 可是這也算是喜歡 跟別人合作對不對 好 好 那翔弘再提示 這一題就是 我呢 是一個很怎麼樣的人 所以呢 我不管上台演講 或者是交朋友 或者是怎麼樣 我都覺得非常的自然 這叫做有什麼東西 有自信 有自信的人 答案就是 有自信的人 剩下最後一個最難囉 最後一個 加油 最後一個最難囉 欸 我呢 不管是看到老師 我都可以跟他侃侃而談 我不管看到男同學 我也可以跟他侃侃而談 我跟一個女同學 我也可以跟他侃侃而談 大展說 那個 主動跟別人聊天 善於語言溝通的人 沒有錯 答案就是 善於語言溝通的人 所以就是這樣的人 會讓大家喜歡 你們很棒喔 都一直在想這件事 請給自己熱烈的掌聲 你們真的是太棒了 宣佈成績 齊勳跟鎮魁組獲得9分 景勳跟子婷組 共獲得7分 原來可以當上 元氣王的特徵有這麼多啊 為什麼要把這些特徵 都列出來呢 這麼多 老師 16個厲害的事 我們要怎麼看這些事啊 老師 是 為什麼我們要來玩 16公格的遊戲呢 是因為我們知道 每一個小朋友 特別是小學五 六年級之後 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 能夠受歡迎對不對 對 都希望自己是人氣王 是啊 但是我們沒有機會 仔細去想想看 到底什麼樣的特質 會讓我們成為人氣王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做 這16公格 但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們16公格上面 還有一個線索 總共有幾種顏色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種 有四種顏色 但是其他 對 其他不算 是不是其他有 總共有三種 對 因為16格很難記吧 對不對 一下要把它全部記起來 所以我們再把它分成三大類 各位剛剛在猜的時候 你會發現紅色最快被拆完 對 紅色的是什麼 笑臉迎人 樂於助人 外表非常地整齊清潔 而且喜歡讚美別人 對人有禮貌 這些我們叫做行為特質 也就是說 比較容易去用行動 把它表現出來的 好 再來剛剛大家 第二個容易猜的是綠色的 對 對不對 綠色的是什麼 願意跟人家分享 喜歡跟人家合作 能夠跟人家溝通 這些叫做群性 也就是說 如果你跟別人在一起的時候 跟一個群體在一起的時候 你擁有這些特質 一群人在一起的時候 是在群體裡面的特質 這叫群性 剛剛大家最不容易猜出來的 對 第一輪的時候 只猜到一個藍色 對 這個是大家平常 比較不容易有感受 因為它是比較抽象 叫做你的個性 可是因為真的我們發現 其實個性影響 你受不受歡迎 其實還滿大 人氣王特徵可以分成三大類 行為特質 容易用行動表現出來的特質 像是樂於助人 群性 跟團體在一起時展現出的特質 比如說願意與人分享 個性 不易察覺的個人特質 像是有同情心 你覺得要達成幾項特徵 才能夠變成人氣王呢 你覺得你想要跟他做好朋友的人 他至少要有裡面的幾個個性 可能每個人想法不一樣 好 誰要告訴我 子晴說 在16個裡面我 我有一半就好了 他有一半你就喜歡他了 好 那像正葵呢 正葵的標準是怎樣 應該是謙虛 他有自信的 只要謙虛又有自信 有這兩個你就可以了 那我想問你 你有你的好朋友呢 他是怎樣的人 他就是 也是這樣 就是很謙虛 然後別人誇獎他也不會 做到自己很厲害 然後他在講話的時候 因為他 也不會覺得自己 長得很醜這樣 所以你的朋友真的就是符合 兩個特質 對 所以你喜歡他 嗯 那我再來問來 還有誰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我看 好 來 大宅 我喜歡笑臉贏人 然後不亂講八卦 然後願意與人分享的人 那你的好朋友就是這樣嗎 對啊 怎麼說 呃 像李善恩啊 啊 善恩 李善恩是你的好朋友是不是 對啊 他就是符合這個特質是不是 嗯 然後笑臉贏人 不講八卦 願意和人分享 好 那 那善恩心理大宅是你的好朋友嗎 是 哦 是 那他有幾個 你喜歡他的地方 嗯 我喜歡大宅因為他 開朗 樂觀 嗯 有知識 嗯 有幽默感 嗯 對人有禮貌 哦 這麼多優點啊 哦 這麼多優點 好 問老師 老師 真的耶 16個我們全部都要pass 還滿有難度的耶 其實真的 這是非常高難度 尤其對小學的小朋友來說 因為你們還在長大嘛 距離完全成熟 其實還有一段路程 所以為什麼我們還是要把 這16個都列出來 因為這是很好的目標 你如果仔細去觀察 我們在班上受歡迎的小朋友 至少大概都會具備裡面 至少有三樣四樣的特質 那我想在小學五六年級 甚至第一年 中年級 大概要16項都有 很困難 所以我想剛剛有幾個小朋友 都說得非常好 這是一個很好的目標 但是不代表你們現在 每一項目都要做得到 那同樣的 我們對我們的朋友 也不要那麼苛求 對不對 班上的同學 只要他具備有兩三樣 三四樣特質 他就已經很棒了 我們就要給他拍拍手了 是喔 有時候我們真的就會這樣 又怕自己人緣不夠好 又覺得好像還可以 但是這什麼原因呢 馬上進行動動腦時間 好 我們來看第一個圖 這個壞人緣怎麼了呢 在小恐龍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 好 誰要告訴我 你的觀察室 好 我要給你們提示喔 先看這第一個圖 前面有一灘水 小恐龍走過去的時候怎麼了 然後壞人緣就怎樣 好 博生說 博生 那個恐龍跌倒了 然後那個壞人緣就笑他 好 那我問你們喔 如果恐龍跌倒了 壞人緣就笑他 那這樣的朋友你們喜歡嗎 喜歡的打圈 不喜歡的打岔 大家都不喜歡 啊 這樣的人給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我要曉得 好 博生我問你了 來 像遇到這樣的人 你會有怎樣的感覺 好 你想 他大聲笑別人 哈哈哈哈 你會有怎樣的感覺 你會覺得生氣 怎麼說 因為 他 居然笑別人 而不去幫別人 你有遇過這樣的事嗎 有啊 怎麼說 有一次我就是 腳去扭到 然後旁邊的人還笑我 那時候妳感覺怎樣 覺得很難過 妳就剛剛那個生氣 然後妳還在加一個難過的心情 所以這樣的人 妳就特別不喜歡 那妳覺得在這種時候 妳希望朋友怎麼對妳 就是過來幫忙 然後需要這樣哈哈大笑嗎 不用這樣 好 你有在想這件事情 好 我們給博生掌聲 好 她有在想這件事 第一個壞人一下 老師 所以這個 小朋友會笑人家滑倒啦 好 笑人家發生什麼狀況 哈哈大笑 有時候不自主 所以為什麼呢 我們在說我們需要學習 對不對 還有需要練習 因為看到別人滑倒的時候 我們很自然覺得 哇 好好笑喔 好 那但是呢 這個是一個沒有同理心的表現 什麼叫同理心 就是說她跌倒了 她一定很難過 或者她一定覺得好丟臉 或她一定很痛 那如果妳有這個感覺 妳就會問她說 妳還好嗎 要不要我幫妳 這個叫做同理心 所以沒有同理心 看到別人難過 看到別人受傷的時候 妳還在那邊開心 這種人通常人緣就會很差 好 那我們就要想一想 自己有沒有這樣過 如果有 我們就要趕快把它調整過來 那我們來看 壞人緣的第二件事是什麼 嗯 講好啊 小恐龍 小恐龍拿到獎盃耶 小恐龍拿到獎盃 然後為什麼壞人緣說一個 好 那是怎麼一回事 好 來 子婷說 那個壞人緣很瞧不起那隻恐龍 怎麼了 因為他拿到獎盃 應該稱讚他 不能笑 那個 不能 覺得他 那個 沒有資格拿到那個獎盃 所以妳覺得壞人緣 心裡是想說 妳又沒資格 妳又怎樣 是不是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去虧勸他 不可以笑小恐龍拿到獎盃 喔 妳會這樣做嗎 好 我們先看 其實 在這一幅畫裡面 我們會看到的就是說 受人家歡迎的人 一定是能夠欣賞 同學的優點 所以當 這個小恐龍拿到獎盃的時候 如果妳有辦法說出來說 小恐龍 妳真的很不簡單 妳表現得好好 謝謝妳替我們頒上爭光 這樣的人通常會受歡迎 但是在那個時候 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妳是小恐龍 就算妳知道壞人緣講的話 其實不好 但是妳心裡還是會難過 所以如果我們是旁邊的同學 最好能夠補充一句 就算妳不歸勸他 剛剛庭軒講了 去勸他 但是有的人 一看到人緣那麼兇悍 不敢勸他 你可以講說 不會啊 我覺得他真的已經很不簡單了 加一句 就好了 妳不是跟壞人緣同一國的 所以壞人緣跟我們不同國就這樣 好 再看下一張 壞人緣又做了什麼事 小恐龍在打掃的時候怎麼樣 然後壞人緣就在旁邊怎麼樣 好 誰要告訴我 這張圖 好 品如說 就是小恐龍在打掃教室的時候 那個壞人緣就在旁邊打擾他 好 所以看到這樣的人 妳的感覺是 很煩啊 妳覺得很煩啊 妳有遇到過人家這樣嗎 沒有 如果遇到這樣的人 妳會怎樣 就覺得他很討厭啊 妳會走過去嗎 會 好 走過去跟他說 是不是 不過 妳們有遇到過像這樣的 就明明大家都這麼忙 然後他在旁邊都不管別人的人嗎 有遇過的人打圈 有啊 我們身邊這樣的人還蠻多的嘛 老師 袖手旁觀的人真的很多耶 是的 妳其實呢 我們會看到每一個班級 幾乎都有這樣的人 對 那當大家在為一個班級 努力的時候 有人袖手旁觀 不合作 這樣的人一定討人厭 人緣一定不好 好 再看囉 難怪就是一個壞人緣 他又做了什麼事 他平常啊 他的個性怎麼樣 所以他才變成一個壞人緣 好 誰要說 我們班上有一個人就很愛亂打人家 所以呢 我們全班 就是 都不跟他玩 好 那我問你 喜歡發脾氣 喜歡打人的人 你喜歡這種人的人打圈 你不喜歡這樣的人打插 等一下被他打到怎麼辦 是不是 對啊 所以大家也都不喜歡這樣的人 所以老師 這個每一個人自己的個性 真的也會決定人緣的狀態耶 是的 其實我們剛從那十六宮格也看到嘛 開朗 樂觀的人 每一個人都喜歡 那特別如果是脾氣不好 或者自己的情緒控制不當 這樣的人 很容易就成為壞人緣了 而且你看喔 他為什麼是壞人緣呢 其實從他的生活裡面 很多事都看得出來 你看壞人緣還做了一件事 就是當人家呢 像小恐龍過去跟他說話的時候 你們看壞人緣 他是怎麼了 好 景勳說 他去找壞人緣說話的時候 壞人故意聽耳機 然後裝作沒聽到 然後不理他 這樣的人讓你感覺怎麼樣 很討厭 你很討厭這樣的人 老師可是像這樣的人 還是不討厭喜歡 其實我們看到 朋友之間相處很重要的就是 我願意聽你說話 所以傾聽是一個很重要的能力 那當然我覺得小朋友都很客氣啦 其實我們在班上還是蠻常看到 有的人喜歡跟別人講 可是不喜歡聽別人說 那這樣通常他的人緣就會比較差一點 好 那我就要問了來 各位小朋友剛剛到現在 我們已經看了壞人緣的這五件事了 你有沒有發現 他是為什麼會不讓人家喜歡他的 有沒有發現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有沒有人有發現 有嗎 鄭葵說 故意做一些就是 不讓人喜歡的事情 他是故意做不讓人家喜歡的事 他的這些事都沒有辦法讓人家喜歡 好 來 廷軒說 他都做一些讓人家不喜歡的事 所以人家會很討厭他 例如說 例如說 他就會笑別人 然後不聽別人講話之類的 而且不幫忙又這樣對不對 所以想當壞人緣的人打圈 我好愛這樣 我愛不得了打圈 我真的不想要拜託啦 打差 大家都不想當這種壞人緣對不對 好 那就要來想一件事囉 老師 既然我們都不想當壞人緣 那我們一定要注意什麼 好 那其實從剛剛的內容 大家已經知道受歡迎的特質是什麼 也知道哪些行為會討人厭 最重要的是 我們人生其實是一個 不斷進步的一個過程喔 所以就算妳現在沒有辦法都做到 只要常常提醒自己 然後在每天的生活當中呢 去練習 你的人緣就會越來越好 所以說到這裡我們會發現喔 壞人緣做的事情都會讓人家覺得生氣啦 厭煩啦 討厭喔 所以如果妳想到妳做的每一件事情 會給人這些感覺 那就請妳停止 不要做 因為妳就有變成壞人緣的危險喔 我們祝福大家都能夠好好的去思考 我們做每一件事情的後果 讓自己成為好人緣的代表喔 祝福大家 從剛才的遊戲裡面我們可以發現 喜歡跟別人分享 不喜歡講八卦 或者是愛乾淨啊 有自信啊 謙虛啊 這一些都是大家很喜歡的優點耶 我們大家來從今天開始 好好的培養 讓我們一起人氣衝衝衝 我才要聽 我真心說沒關係 就讓手空慢慢